接着看到花莲陷警局暑期保护青少年的青春专案 即将在7月1号展开 而陷警局提前在29号晚间8点半开始 举行青春专案联合机查行动 并且前往夜间青少年常聚集的场所进行查查 那么警方也采多元化犯罪预防的宣导方式 维护青少年身心健全发展 平安度过暑假欢乐时光 今年为期两个月的暑期青春专案将在7月1号正式开始 而陷警局也提前在周六晚间8点半开始 举行青春专案联合机查行动 立委不宽奇到场向所有警察同仁们加油打气 请教会之后在陷警局长王旭昌局长率领下 联合机查小组随即前往夜间青少年常聚集的场所 进行查查的工作 警方表示今年以扫荡毒品 查气黑帮打击诈漆保护儿哨 进化环境加强宣导为六大重点工作主轴 并且采多元化犯罪预防宣导方式 预防偏差行为以及被害 希望在暑假期间能够全面的保护青少年 县警局少年队也表示 暑假期间将结合在地民间团体 办理有益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项目竞赛活动 而在与民间团体相互密切配合下 一同建构阳光的成长环境 让青少年共同度过优质青少年 幸福满花莲的暑期患乐时光 记者综合报道